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拥抱 需要接吻 需要相拥而眠 需要陪伴 需要有个人一起共度余生 恋爱也好 结婚也罢 两性情感背后的动机其实都是一样的 伟大的马克思曾说过 半个地球是转不起来的 一个成年人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很多男人追求女人不知道该给予对方什么 以至于心里着急上火 行动上却迟迟不知道从何下手 要知道在感情里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敏感 除了生理需求外 其实更渴望这三样东西 56岁的苏女是说 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和丈夫结婚13年了 最后因为丈夫变心了 我就和他离婚了 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些年来 我一直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 我在家照顾好孩子 还要自己经营一家服装店 虽然生活很累 但是过得很充实 我也觉得很幸福 我一直觉得 丈夫可以和我好好过日子 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 那时候还是他主动追求了我 但是很多时候 生活是有很多变数的 在去年年初 我发现丈夫和一个女同事 保持暧昧的关系 我觉得丈夫一定有事情瞒着我 但是我没有证据 后来我在丈夫的车上 发现了别的女人的头发 我趁着丈夫不在的时候 查看了车内的监控录像 我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原来他背叛我很久了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果断提出了离婚 现在我如果再婚 我对另一半是有自己的要求的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除了生理需求 其实我更渴望这三样东西 一 对方对婚姻要忠诚 婚姻最重要的是忠诚 只有夫妻双方对彼此忠诚 婚姻才会延续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婚姻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知道 如今的社会诱惑是越来越多 婚姻也是要经历种种考验的 对方的控制力不强 没有抵挡住诱惑 背叛了婚姻 那么这样的结果 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话 离婚也是注定的 二 对方要有责任感 我觉得 对方一定要有责任感 勇于承担起婚姻中的种种责任 懂得给我安全感 那么 婚姻会长久幸福 我一直认为 除了爱情 婚姻里也要有责任 担当 奉献 牵挂 这些才是婚姻的灵魂与支撑 只有做到负责任 才能让婚姻这艘船只行驶得更远 三 对方可以包容我 我前夫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和我吵架 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就要互相理解和包容 女人是需要疼的 是用来爱护的 生活中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要想处理好 两个人都得相互包容 相互尊重 才能有个稳定的家 因为幸福的婚姻 是靠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我可以包容对方 我也希望对方也能包容我 这样的话 婚姻才能长久 我们的感情也会更深厚 除此之外 以下这四种感觉也需要被满足 尊重感 在人际交往中 尊重会给我们创造一个安全温暖的氛围 能让对方敞开心扉 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尊重可以 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 被理解的 被接纳的 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 那么 什么是尊重感呢 尊重感就是 一个人从对方身上 所获得的被尊重的感觉 比如 你的饮食习惯 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职业 你的性格 你的外貌 甚至是你的成长环境 你的家人等等 这所有的一切 都能够被对方尊重 包容 接纳 就像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 起初他劝自己的好朋友 不要嫁给简这种糟糕的家庭 但他发现自己爱上了伊丽莎白之后 不仅消除了对门低等级的偏见 还主动帮助伊丽莎白的姐姐和妹妹 找到他们的幸福 达西先生的这种做法 毫无疑问 不仅尊重了伊丽莎白的成长环境 出身和背景 更是说尊重了父母姐妹 和他背后的家庭 也正是因为达西给到伊丽莎白的 这种强烈的尊重感和包容接纳 才让伊丽莎白看清了她的内心 也爱上了她 给予女人尊重感 爱她 就尊重和接纳她的优点缺点 她的一切 不要指指点点 妄加评判 尊重也意味着平等和礼貌 一个真正把对方放在心上的男人 女人一定是可以感受到的 这种尊重感 也是感情的开始和前提 安全感 经常会听到 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很窩心 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很舒服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睡得特别踏实等等之类的话 其实这些话所表达的主题 就是安全感 女人是很需要安全感的生物 男人给予了女人足够的安全感 可以说就是为感情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比如 应彩儿曾透露 如果有别的女人 要了陈小春的号码 或是有跟她搭讪 她必须第一个知道 不要等到后面再来告诉她 其次就是 陈小春不准删除手机短信 陈小春都照做了 并且自己赚到的钱 也都交给应彩儿 日常也很听话 只有买衣服的自由 很喜欢车 但因为应彩儿不给买 于是好多年都没换 这也是两人在婚姻中 找到了合适彼此相处的方式 男人满足了女人的需求 给予了女人十足的安全感 幸福婚姻的概率也大大提高 该如何给到女人安全感呢 其实不难 都体现在了细节里 比如 出门在外的时候 是不是时时报备 会不会主动跟其他女生保持距离 她需要你的时候 是不是随时都能联系上你 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不是义无反顾地站在对方身后 当她习惯了你的保护 习惯了有你在之后 跟你在一起 就会感觉内心非常的踏实 就好像孩子离开了父母的那种焦虑 被父母回来 并拥抱着他们的那种快乐和温暖所取代 到了这个程度 那么她大概率也已经离不开你了 归属感 正面管教艺术中 珍尼尔森博士指出 孩童的两大主要需求是 归属感和确认自己的重要性 两性关系中 女人也需要孩童般的这种感受 我们常说避风港 在两性的世界中 女人多多少少会相对处于一些弱势 更要紧的是 经济方面可能会适当依赖男人 更重要的是 结婚生子的时候 女人要经历怀孕生子带孩子的阶段 虽然现在社会很多男人都会帮忙照顾家庭 但是身体上的疼痛和不舒服 男人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 所以男人能够给女人一个家和一个家的感觉 这种归属感就变得特别重要 能够让女人觉得 就是你了 我想和你生孩子 我也有勇气和你生孩子 一般情况下来说 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当一个地方有爱 一个人有爱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让对方产生归属感 会感到被欢迎 被包容 被接纳 所以这个归属感 归根结底也是男人给到他的爱 让他感受到自己被爱 然后就像有了家一样 男人在哪里 女人的家就在哪里 这种追逐和心安 依赖和信任 就是给到女人的归属感 幸福感 决定女人能不能喜欢你 可能在感情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的条件那些很重要 但是日积月累之后 能决定两个人 能不能长久地走下去的 其实是你能给到女人的幸福感 不少女人的幸福感也很简单 比如她撒娇的时候 装生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配合去哄好她 比如她累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抱抱她 给她倒杯水 比如她需要你的时候 会不会多陪陪她 女人需要关心 理解 爱护 同时也需要陪伴 照顾和依赖 如果你能说话算数 舍得给她钱花 记得她喜欢吃的东西 想去的地方 小小的梦想 并时不时地给她一些小惊喜 如果你能够多陪陪她 理解她的感受 照顾她的情绪 宽慰她的不悦 然后 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 相互勉励 一起努力 朝着规划的未来 大胆向前迈 真正做到风雨同舟 那么 女人又何愁不会在 平凡的生活中 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呢 很多人会觉得 女人败金 其实我身边的不少女人 相比败金 她们在择偶的时候 更在意对方 是否会照顾她的情绪 是否愿意跟她家务共担 是否得到了她的尊重感 安全感 归属感和幸福感 只要满足女人 渴望的这四个感觉 想让她爱你入骨 并不难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